街道上一片黑漆漆突然停電 才卻好老闆娘抱怨連連 我的客人走了十幾二十個啊 台北市新一區二十三號中午大停電 根據台電的說法 因為線路開關跳脫 永濟路虎林街一帶 共一千零二十一戶停電 搶修三小時終於復電 夏天才剛開始 用電量已經快達臨界點 六月二十二號全國用電尖峰負載 達三千九百二十六點六萬千瓦 已經創下歷史記錄 用電量危急之際 電價卻恐要調漲 目前傳出有三大方案 最有可能的是全面調漲百分之三 將是睽違四年後再次漲價 第二方案是僅調漲工業豪宅等 用電大戶百分之八 最後一案是全面動漲 但經濟部長王美花傾向調漲 預計下週一由審議委員會討論定案 戰爭之前的燃料成本 已經占了三四倍 就整個的方向來做合理的反應 經濟部一直自信滿滿說 發電量一定夠 卻被美國商會直接打臉 高達百分之七七點九 美商對台灣電力供應感到憂慮 台灣美國商會白皮書提出三大建議 第一點就是要求台灣 提供安全穩定能源供應 呼籲政府去迅速採取行動 但民眾更關心缺電時 會先停誰的用電 不知是否怕停電太過頻繁 台電今年作出改變 以往輪流停電組別是一年固定一組 但從去年517大停電後 接下來每大停電一次就輪停一次 去年輪到CD組 接下來將是EF組優先停電 若真的再停電就換成AB組 光EF組停電就會影響四百萬戶用電 如今電價又可能調漲 供電問題又無法解決 一般民眾和企業主都對政府的供電 充滿不滿與無奈 這裡新楊相約 SNG台北採訪報導